作业 行者 我们这一支香是本尊 一般一讲到本尊就会认为是密法 事实上本尊就是你的本觉 修本尊就是找出本觉 让本觉能够起作用 拿哪一尊佛菩萨作为你修持的一种方便 媒体那个角色扮演 我用我的本觉为了唤醒我的本觉 先把自己观成菩萨的样子 菩萨本来就觉醒了众生 本觉就起作用 就透过这样子的唤醒你的本觉 所以观想本尊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手段 它不是目的 它目的是要让你透过这样子 然后引发你的本觉 你的本尊 就是你自己最尊贵的自性 也可以称为佛性 本觉就是佛性 那你引发了这个以后 那你扮演什么角色 叫做化身 你引发了这个以后 成就你的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慈悲 叫做报身 那引发了这个以后 然后把这个觉性 彻底的展现 或者是彻底的一种 清静 或者把它彻底的面貌 然后给呈现出来 那就是法身 所以 法报化三身 是建议在本觉上 那我们本来有本觉 所以我们本具 法报化三身 本来就具足 本来就能够成立成就 但是问题是 你若不是用的本觉 那法报化三身 当下就不能显现 就起不了作用 那我们最大的问题 还是不用本觉 而用无始以来的妄想 妄想所生成的我跟我所 能所对立 就这样子 那那个本觉就被绑架 就被掩埋了 但它掩埋 它没有消失 它只是被埋住 起不了作用 那 当你发觉 这个我执我见都是假的 也就盖着它的东西 是如梦幻泡影的东西 那就直接又可以穿透 去找到你的本觉 你的本觉又可以穿透 这些假象 然后接着就显现 那个功德 显现几分就成就几分 所以 当然要修 当然要修 你要有 好的功德的呈显 当然就要好的 因缘的作为造作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我有佛性 我本来是佛 本来是佛 所以不需要修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道理 你本来可以成佛 你更要修 就是因为你有成佛的本职 本领 本事 所以你更应该修 要掌握这样的机会 掌握这样的条件 所以当然 只要肯修行 你随时看到它都在修 修什么 当然就修慈悲喜舍 修对贪神痴慢疑的超越 就修这些 修行是很有趣的 修行是不会无聊的 因为积极的要强化 慈悲喜舍 消失又要转化贪神痴慢疑 所以不会无聊 不会没事干 我们常常说 修行以后怎么办 修行要做什么 有做什么比 成就智慧跟慈悲更有意义 没有 我们现在做什么 你要赚那么多钱 就是希望你有很大的能力 去自己享用 也可以让别人享用 其实自己享用 不让别人享用 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盲点 现在年轻人结婚不生小孩 你要想一想 其实人存在的就是 蒋中正 两句话都在大礼堂里面都有 生活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的存在 其实是要让它发光发射 是要传承的 不然到你这边就断掉了 到你这边断掉 你那个好的传承 就接不下去 多可惜啊 你修得很好 结果你这一份能量断掉了 没有人受用 这是有点可惜的 那对上面也没交代 但是也千万不要这样讲 因为一切都是因缘生 不是你刻意不要 你不能刻意不要 但是你要没有 你当然只好接受 我不是排斥 但是我没有这种因缘 那我们就心安理得 因为不是你排斥掉的东西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如果知道这样 那就是你会很自然 很任运 然后又很洒脱 又可以超越 但是你如果用太多的要跟不要 其实你让自己难过 也对不起你的存在 该做不做绝对错 不该做 做当然错 不该做当然错 该做不做也错 所以 人活着本来就有 他的生命的一种责任在 所以我们懂这个的话 其实就比较不容易犯错 那如果不懂这个 常常用主观的要跟不要 其实无形中就常会犯错 有些错是不能弥补 所以还是要好好的 管好自己的起心动念 就照见他 然后把对的多去执行 把错的尽可能的能够拿掉 不被他起作用 这样其实我们就越来越好 好 那我们稍微来谈一下本尊 本尊就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 扮演那个角色 那为什么有这些奥斯卡金像奖 其实都颁给谁 颁给剧本里面好有意义 然后又把那个剧本给演活的这些人 不管你是主角 你把他演活了 你就最佳主角 你演配角 把他演活了 你就最佳配角 所以演什么角色 不是挺重要 把他演活了 演得深入了 那就重要 那一样的 我们凡夫也有凡夫的责任 你要把他演好 但是仅此一凡夫演好 有点可惜 我们人可凡可胜 你演好凡夫的角色以后 进一步要求自己 演好胜者的角色 生命才有提升 不要得少为主 我就这样过一辈子 我觉得这样对得起自己 这样够了 那其实太没有理想性 反过来讲 如果理想性太高 不能落实 那就不自量力 其实也会弄得满头包 一事无成 就是很重要的 你都不把它看成重要 不重要你把它反而弄得很重要 到最后一事无成 白忙一场 所以慢慢你会检验出 什么是有价值 什么没价值 慢慢的 以前你会很有意义的 但你也努力的去做了以后 才会发觉 你认为的意义是一厢情愿的 并不是跟你想的一样 你也慢慢就放松了 反正我已经做了 我该做了 其实也不需要再计较得失 但是你如果没有尝试 没有去做过 你会一直在妄想 一直在想 我什么事没做 我什么事没做 以为做它就真有意义 其实很多事情 造作的 主观的 大部分都没有多大意义 随言的 会有意义 因为随言就是需要 人家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伸出援手 那很有意义 不需要你帮忙 你伸出援手 人家会觉得你多事 你有优越感 所以 其实连行善都不要太着痕急 都不要太经营 不需要刻意的要去行善 随言行善 同样像放生更是这个样子 放生一定要随言放生 不是去买来放生 不是去造作放生的业 你放生了这个以为的善行 结果促成人家去补 去抓 让你感觉不忍 透过你的不忍 来得到它的目的 这个其实我们都被利用 没有智慧 所以很多东西 一定要做得很自然 做得自然 你只要有智慧 随时都在放生 比如说一群蚂蚁 它走在一个 不太应该走的地方 那么你把它签单 就是放生 因为你如果继续 让它在这边等一下 一定有人处理它 你一看得到 我用我最慈悲的方式 把它签单一下 也在放生 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 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 不是用金钱在衡量 可以用金钱衡量的 那价值都有限 所以我们如果理解这个 那就是随缘 随缘其实是最好的方式 你能做 也有机会做 那就去做就好 不要刻意做 刻意做就会造成 有人善用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 包括想行善 都是人性的弱点 你有一个心 觉得说我可以帮人 那也是人性的弱点 就是你有优越感 那随缘就是没有优越感 他需要刚好我有 随缘我也没有什么成就感 也没有优越感 他也接受得很自然 我也做得很自然 就这样就完成善业 而不是刻意的表现你比别人行 然后就去做一些 尤其有一些团体 很明显的标榜 我就慈善团体的 这个动机有点问题 就从修行的角度来看 真正的绝照来看 这个是有点问题的 我们行善要不找痕迹 为什么要变成一个行善的单位 你有什么困难来找我 我就是一个施舍者 也没有必要发展到那种方向上去 所以修行你太多造作的话 就会太多的业 太多的分别 太多的意识形态 那你就随缘随时可以放下 随时都很自在 好 那为什么要持重 因为我们要呼吸 呼吸如果只是呼吸 那没有多大意义 就基本上就维持你的生命 它是一个自然的生命 也是健康的生命 但是不是一个积极 有意义的生命 那在这种状况下 一样的 我用呼吸 呼吸只要再透过某些手法 比如说我们从体内发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母音 阿 伊 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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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声音 比较上面比较深度的 那如果止音呢 大部分就你的嘴巴 你的鼻子 你的口腔 你的鼻腔 你的牙齿 舌头 它的触动 它的动态 然后发出来的声音 这个是音头 止音是音头 母音是音尾 你若只是这样 没有声音 你要多一点 用一点气 不然就 如果要让它发声音 就母音这样 就这样 它就变成一个很具体的声音 所以母音是声音之 就是有本质的存在 那辅音只是让这个声音有表情 有符号 有色彩 就从哪边出来 好 那么你发出一个音的时候 其实全身的合作 那发音它本身就有一个音波 发音本身就有一个动机 发音本身就有一个意义 那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要持咒 因为你念佛的话 这个声音里面就有佛的功德 佛的内涵在 所以你念它 比念别的东西 就来得有意义 来得有功德 那同样的 咒就又 跟佛号又有另外一层的意义 咒就直接就是说 所有这佛福哨 它的功德力 透过音波最简略的一种呈弦 咒有长咒有短咒 长咒就详细的 比较详细的描述这一针佛福哨 它的功德所在 那短咒呢 我们又称为新咒的 就它的浓缩以后 就这几个声音 就代表了这个佛福哨的 修为的内涵 也就是说 你只要不断地重复这几个音 通过这个音的音波 然后慢慢呈现出这个音的意义 慢慢地呈现出这个音的功德 你就受用了 就从它只是一个呼吸 只是一个音声 到最后变成意义的变满 功德的展现 所以你只要念咒 念多了以后 一定身心会起明显的变化 但是在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基本的 就是你发音 最好就是把它发准 你说发不准的时候 那个音波就不是它原来应该有的样子 所以它产生出来的作用 也就会失真 就会扭曲 所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大部分的咒来源都是梵文 所以大部分的咒应该都用梵音来念 它原始就是梵音 到我们中国以后 我们中国也发明了一些咒 那就变成我们的发音方式 那因为这些祖师大德 有它的功德 所以它传下这些咒 比如说普安咒 那就普安祖师 他传下来的咒 其实应该是普安祖师 那时候他自己持的咒 我去研究了一下 它的咒 其实就是在念梵文的五十个音 它是不断的去把它重复 用各种方式去把它变化 因为我也玩过 就几个声音你在那边玩 会到这边嘴巴 它自然会有一些不同的组合 组合以后就发出那种声音 那你一次两次三次 以后它变成一个定型的东西 你每一次一玩 它就这样子出来了 久而久之就变成你的咒 那现在有些 我们所谓的跑灵山 就有一些会感应 碰到佛菩萨就会乱讲话 就讲那些说是天语 犯语 其实什么语都不是 那就散乱语 就是随性语 我想发什么音就发什么音 里面没有任何内涵 也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因为我们不懂 讲的人不懂 把他说得天花乱坠 听的人不懂 把他想得 哇 这个超出我的思议 不可思议 其实他是乱讲的 他是 at random 就是在一种 完全随机的一种发声方式 然后就会 就流出一串 那个声音出来 其实里面没有真正的意义 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 如果做到对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舒服 舌头 嘴巴不断在那边变 跳动 觉得很舒服 头脑也很清楚 但是他是不是咒呢 他不是咒 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具体的功德 所以要变成咒 绝对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 还是要经得起检验 那经得起检验 就比如说 我们说文书咒 说四倍观音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 这个都是很长时间的检验 然后实践 然后也果然可以呈现他的功德 比如说金刚萨多的咒 都是短短的 真正的咒都不会太长 那大倍咒 当然我刚刚讲 长咒就在描述他的功德 比较具体的 所以里面一定有那个意义在 不会没有意义 都有意义 短咒也有意义 长咒也有意义 但是我们持咒的时候 如果一下子就懂他的意义 然后可以把意义呈现出来 你持咒就更容易相应 但是因为一般意义 你说不完全 然后也不容易懂 所以一开始就有照念 你就照念就好了 最好念到某个程度以后 你还是要告诉他意义 你再怎么讲的意义都有限 但他实修 可以把这个有限的意义 变成无穷 所以不修什么都不用谈 但是如果只是修 不懂道理 也不能谈得太深 就是他的作用很有限 所以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 都是一个发生的工具 那为什么诗人能够 引出那么美的诗 那我们为什么讲出来的话 都让人家讨厌 内涵的关系 你的内涵 就是造成的这个你 有什么内容 那现在我们刚刚讲角色扮演 我知道我是凡夫 但是我现在要扮演 希望能够学观世音菩萨 那我就多念 久而久之 那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就会在我里面让我受用 慢慢的感染 到最后你就有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我即使没有功德 我念 已经功德不可思议 真的 你念这六个字 功德就不可思议 那当然我们不用想那么多 我们就只是说 这时候我最好的祝福 就是念 最好的结缘 就是念 我就有这种心 然后这时候出来 那就要看对方跟这个咒语 他的呼应程度 或者你在念他的时候 那是念的专注 纯净的程度 这有时候很难说 很难说 但是你如果不做 什么都没有 做了也不要着想 就是我只问我做 该做的 有没有做 至于做到什么程度 不是我计较 不是我在乎的 那我们修本尊 当然也是这样 所以一般修本尊 刚开始都会有一点点要求 譬如说 你一接受哪一个本尊以后 那就先念十万遍的本尊咒 再说 因为这个真言宗就是逆教 它很重要 就透过这种音波 对咒的持诵 然后再来慢慢的 让你的身口意清净 带入你进入一个可修的基 的基础 你先这样不断的去修 你的身口意 它就会净化 净化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再来教你怎么观想 教你怎么持诵 那时候功德就很快 就会去除 所以它其实 它是有次第的 有步骤 那这个当然都有它的意义在 所以我想 为什么我们要修这个 因为现在基本上 我所传的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没有很复杂的内容 也没有很高的难度 难就难在 你愿不愿意 你相信不相信 你相信 这样做有用 我也愿意这样做 如果这样做 接着下去 那就看 做得怎么样 你就可以受用到什么样子 那很明显 我们现在在密言撒土共修 我们眼睛看到的是 毗鲁者那佛 你难道要来这边 修四倍观音吗 对不对 这内外就不相应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修哪一个本尊 其实不重要 我们是借修这个本尊 来唤醒我们的本觉 怎么样子 透过这样的外在的环境条件 然后带我们身心 进入内在的那一份清明 那份绝照 就是这个样子 它只是一个外面的增上源 我们借助它来唤醒 来启发我们内在的能量 功德 把它展现出来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当然我们就会 在这边供修 譬如这那佛 那一样的 修辟入这那佛 也可以很复杂 也可以很简单 那我们其实已经尽量简单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 可能还是觉得复杂 比如说念 Om Maribay me home 跟念 Om Bayrojana Om Svaha 其实没有什么难跟不难 一样 但是你心里面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觉得 我念 Om Bayrojana Om Svaha Om Bayrojana Om Svaha 你会觉得 好像那个 共振性 互动性 会很直接 就这个样子 所以 其实修什么法 对 修什么法 不对 还要看 环境 看条件 你就把你的身心 随时让你的身心 进入一种 最棒的状态 就是一个 最好的修行者 而且你修得很熟练 要进去就进去 要出来就出来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我们现在是在 角色扮演 不要忘了 我是谁 不要你演了 那个 白雪公主 你就自认为 是白雪公主 等一下你下来 还是丑小鸭鱼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在修的时候 就尽量融入 尽量生起佛脉 我该怎么持宋 我就这么持宋 但是下着做 我还是平常的人 虽然我是平常的人 我已经有透过 虚习的一个凡夫 就是有改造的凡夫 那改造多少 慢慢的凡 转凡成圣 凡夫的习气 业力 他就淡了 那个模仿的 或者要融入的 越来越融入 越来越像 到最后 自己肯定我就是他 别人也肯定你就是他 这时候你就修成就了 不要怀疑 我们其实 在修就是慢慢把怀疑给拿掉 不要相信自己只能当凡夫 不能当菩萨 千万不要 我可以当凡夫 我也可以当菩萨 我这一生 希望我多做菩萨 不做凡夫 那你这一生就慢慢往 往这个方向去实现 好 那我们就再讲一些跟修本尊比较相关的 因为在这里面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为了要配合你的静坐 配合你的身跟心的绝躁的 直接的管道 所以我们在修本尊的时候 有一个重点就是修中脉 我们在做大礼拜的时候 也是在修中脉 坐下来也是在修中脉 修本尊也是在修中脉 下了坐也是在修中脉 那你中脉能不成就吗 一定成就 因为你随时无时无刻不再修它 不再强化它 那久而久之它就成就了 当你的重脉慢慢的越来越具体 你会弯腰驼背吗 不会 你会昏沉散乱吗 不会 那你会强烈的贪春吃麦鱼吗 不会 当你修出它的时候 所谓修出它 就它是一个稳定通畅的一个意念 或者气或者能量的流通管道 当它没有障碍的时候 我们会生气 我们会身体不舒服 都是里面的气受阻了 你看 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他脸色多难看 所以我们脸色慢慢会发青发黑 是因为我们容易生气 那反过来讲 你如果随时都调得很柔 你的脸 你的嘴唇 一般散发出来就比较柔软的 比较红嫩的 反过来讲 你如果容易生气的 那嘴唇会是黑的 脸也慢慢会有点苍白 有点黑 那其实都是我们 内在的气的一种外现 所以务必要好好地把它转化过来 那转化 当然修什么都从根本修起 从最重要 最心衰 比如说我们研究 大波尔经六百卷 从哪边下手 当然从心经下手 最恶要的 最精要的 你先下手容易 然后它即使不完全 但是在里面具体而为 你这个如果真正的了解 再去看六百卷 你会觉得 它只是这一段的注解 只是把它讲得更详细而已 那一样 你修本尊的时候 我们说身体就中脉 意念就心轮 那心轮里面的精华 就是种子质 那种子质启用 就是咒声 一开始震动 就是咒的声音就出来 所以你把这些都把它合起来以后 咒声它又是一个物质波 所以它也会慢慢的转化 把这个能量传达到你的全身 甚至传达到你身外的环境 所以比如说你若走在我前面 那我念 当我用心的在观想 用很清楚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会感受到相应的部位被震动 这个就是一个物质波 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 它所产生的一个共振的互动 所以一样的 当我们把自己观想成本尊 然后开始上宫下诗的时候 虽然你是坐在这边念 好像没什么 但是当你散发出来的讯息 能量是对的时候 这时候它会共振 对的能量就会开始呼应 那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也不需要去想它 你只要做对的事 至于产生什么效果 你不要去管它 完全不用管 我只知道 我这样出来产生效果 一定是正面的效果 你只要相信这样就好 至于其他你就不用管太多 不要着想 所以这个 所有东西都就是说 你本身散发出来 到底对还是不对 有没有意义 我们只管这个 那如果这个对了 其实你就不断地做 它那个能量 功德就越来越具足 越来越坚固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稳定 就这个样子 所以修本尊绝对不是 只有在座上修 你下了座 还是要随时保持佛慢 我虽然是凡夫 我承认 但是我相信 我只要把持住 我这一颗心的稳定清静 那随时你还是可以散发 那本觉 所应该有的能量的状态 慢慢就散发出来 好 这就是密法的道理 他透过观想身 改造你的肉体 观想中脉 改造你的气的内涵 持受 持重 改造你的身跟心的细胞 的振动方式 也可以进化 也可以自受用 也可以他受用 因为我们常常讲 你就发这个音 当然是你在发 当然你听到的是什么 难道只有听到 我发出来的声音吗 你是不是还听到 好像上面有一个声音在共振 就是我发声 它启动 整个法界的共振 那你这个能量越强 当然共振的可能性 振幅也就相对的大 你一弄就有人跟你呼应 一呼百应 因为你有能量 你如果没有一呼百应 人家说这笑的 你怎么才冲上 都要白了 差别就在这边 所以我们还是得 好好的慢慢的修 对不对 但这个声音出来 你就发觉 它的音场 绝对不仅止是在我的身体里面 它已经散发出来了 那边啊 对 有没有穿透力 啊 即使停了 它还是有穿透力 当然穿透到哪边 跟你的练力 跟你的能量有关 比如说最后 哼 是我这边发出来 那你有没有被振动到呢 当然有吧 所以我们千万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真的是宇宙一有子 就是说我们在 这个法界里面 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生命题 一个现象而已 但是你跟宇宙 根本就不可分 一定要知道这个 你跟宇宙不可分 所以你善宇宙就善 你恶宇宙就恶 所以你的起心动念不重要吗 你的一举一行不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所以我们如果绝造到这个 生死绝对不是你自己的问题而已 你死得很惨 你的家属会放心吗 你死得很自在 你的家属不会高兴吗 怎么只是你的问题呢 只要跟你有关系 都有问题 你有问题 他们就有问题 你没问题 他们也没问题 所以我们的生命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个缘起 但是事实上 他息息相关 而且那个相关的范围 还不得了的大 今天 刚刚就有一个 台南那边的一个老信徒 90 好像98还是多少 99 就差一年就100岁 99就往生 那今天来的他的甘孙 都已经高三 长得很帅 180几公分 那你想一想 就一个妈妈 一个阿婆 从年轻 然后到他往生 他留下了这么多财产 那40位左右 刚好一辆游览车 那40位左右 一 二劳 变成40 你要撑20倍 几年 他是一个好的因 他是一个好的动念 因为夫妻都很善良 所以传下来的里面 这些建署 有当外交官的 有当教授的 一家都很优秀 所以这个好的基因 能不传吗 如果好的基因都放弃 传下来 那就二币足两币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从另外一种 世俗的眼光 那如果从解脱的眼光 当然又不是这样想 我们现在只举好的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 在一个传二十个 都变成社会里面的污点 那就传得越多 越张越多吧 所以我们当然要经营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考量 出发点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决定他的善恶 一个好的基因 是什么样子 他随时都起善念 真的哦 那个家族的能量很大的 你去观察他们的人 几乎都是纯善念多 那有些家庭 他是很优秀 很优质 我讲优质不能这样讲 就以现在的标准来讲 他们都很能读书 也都 但是你会发觉 他们家族里面 好像就是有那个不安的氛围 要嘛就有瘾症 要嘛就有瘫症 头脑有问题 就是这个样子 他有智慧的那一块 但是福报很明显 就不是很强 就比较弱 所以这个就是说基因里面 其实真的真的会决定 我们的德恨都保留在基因里面 所以基因 我们现在佛教喜欢讲八识田 其实基因就是八识田的一个 你看现在用基因的来制造 他就只要拿两个小小的东西 他就可以复制 就不断地复制你这个东西 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生命 所以他小到多小 你什么都看不到 他大到多大 你要多大他都可以实现 我们的心 我们的自信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真的修行很有趣 也很好玩 但是再怎么好玩 要保卫一个原则 诸恶莫众 重善奉行 反正就一点都不好玩 你好玩以后就准备受报 所以到最后还是回归到 就是纯净的 透过这个法的心习 透过法的演练 扮演 我虽然不是观世音菩萨 我虽然不是披露真那佛 但是我现在代表他 传达这些能量音波出来 也是在净化供养这个法界 至于你扮演的好 他功德就大 你扮演的不好 功德就比较小 但是你要扮演 至少有某一个程度的相应 所以该怎么修呢 你要把一个戏演好 一定要忘了我是谁 只记住里面角色里面 该记得 该表现的 所有你过去的 所有东西 这时候你都不能想起来 这个就是角色故犯 就自他相反 角色扮演 你扮演的越真就越融入 那他就越像 功德就越明显 好 所以 其实我们只要依法奉行 他叫我们念什么 我们就念什么 那最好念什么的时候 又知道他的意思 你念起来就容易相应 就我们早上讲的 披露真那佛的战记 就这样子 其实你在念他的时候 你就有一种喜悦感 因为你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又好听 然后又舒服 你若不晓得他意思 他就 跟鹦鹉学语一样 就这样念而已 所以你真要融入 当然要从文字 进入他的意境 然后进入他的情境 进入他的境界里面去 当然 这样就受用就大 好 我们 早上念过的哪一个奏 你还不太熟悉的 有没有 不要不好意思 你说我是不熟 还不太会念 最好是把它 学会 还是比较好 不要回去才会 我哪边没有学到 是这样念才好 还那样念才好 这有时候就又增加 很多犹豫的 那个时间 那刚刚 好 假设没有问题 刚刚我们提到了中脉 刚刚我们提到中脉 现在就来训练一下中脉 感觉一下中脉 我们坐正 坐正 然后 屁股 撩卡针 用力 用力 尽量 就感觉你密轮 那个地方 它微微在震动 然后你再想一下 你的头顶 如果还不知道 不容易想 你把手 放到你的头顶上 然后去摸一下 有一个地方 有一点点凹 或者有一点点凸 然后它相对的 又比较软 比旁边 按起来都比较软 软的地方 那就是你的顶轮 就泛天穴 就是你的顶轮 然后 屁股一夹 然后让那一股 震动 跟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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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轮的震动 让它结合起来 那我们就拿这个 来感觉一下 我们发那个 哼的音 哼 试试看看 哼 你手按着你的 那个 泛穴 然后念 发这个音 哼 哼 有没有 感觉到 它是通的 你发它的时候 震动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 基本上 我们身体里面 能量的传导 其实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 我们的中脉 那相对的 接近于它 就是我们的 我们说中枢神经 就是我们的脊椎 它 跟它息息相关 所以一样的 你如果这中脉 修得起来 脊椎 一定不会有障碍 中脉 修得起来 你知识好 我可以这样讲 昨天 那个 日本那一个 工程师来 就坐在我旁边 他一看我一坐 做这个样子 他很快就 学我做这个样子 他一直 就是说 你 他就是说 我怎么能 做得那么直 其实没什么 我就习惯了 养成习惯了 那有些人才 二三十岁 就弯腰头背了 也是习惯了 按理说 那个习惯好吗 当然不好吧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你要 展现你的自信 或者让人家 对你有信心 你一定要 抬头挺胸 就是那份自信 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压抑性的 而是一种 很自然的 流露出来的那份自在 一定要展现出来 才不会阻挡你自己的能量 其实我们的惯性 会限制我们的能量的发挥 有些无形中就已经 你就被它掌握了 所以一定要想尽办法 把这些都突破 为什么要去做大礼拜 就从头到脚 只要有障碍 你一定要把它突破 要把它丢掉 把它转化 那久而久之 你就展现出来 就是一个很有效率 很有能量的身心状态 我们修就修这些而已 不要讲 不要谈太高深的道理 没有意义 比如说一面念 一面在那边打瞌睡 你念那干什么 为什么不去睡觉 何必那么痛苦 一面念 一面打瞌睡 何必呢 所以很多东西就 我们如果保持绝照 你不会做那一种事 保持绝照 就随时让你的身心 都在好的状态 不是一定要做什么 我们一般养成的信心 或者惯性 会让我们以为 一定要做什么 我习惯做什么 不做他心就不安 其实不是要你那个样子 真正的修行 不是要你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如果往路上逼近的 其实已经走错方向 走错路 因为智慧不见了 绝照不见了 解脱不可能出现 所有解脱是来自于 智慧的解脱 所有解脱来自于 知见的解脱 就知见的超越 所以绝对不是一个 什么习惯 什么作为 那个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当然我讲一点都不重要 只有它绝对不是 真正重要 真正重要是 你意义那正确的 解脱的知见 所展现出来的行为 那才能够帮你解脱 不是用某一种形式 能够帮你解脱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 解脱的因 根本就没有解脱的因 也就根本就没有智慧 那怎么会解脱呢 当然不可能 所以我们修本尊 其实也要修持佛慢 修持佛慢就是说 自信 我是可以成佛的 我随时可以扮演佛的角色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把握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的习气业力还是很重 这不能否定 但是你一定要晓得 你的佛性比你的业力 更稳定 而且更真实 更究竟 不要太相信你的业力习气 反正应该相信你本具 如来智慧得相 只要我愿意 随时可以展现 这样就比较容易 所以我常常讲说 秘法其实是整个佛法 到最后的一个最圆容的 最涵盖最丰富的一种教派 但是也因为涵盖的太圆满 所以显得有点太复杂 然后也显得有点不太容易掌握 到最后就走出 发展出很多不太理想的状况出现了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 把这个圆满的展现 又把它回归到 简单的动机 简单的操作 如果能这样 其实是OK的 那虽然简单 它已经涵盖了复杂 就复杂的内涵 已经涵盖这个简单的作为里面 那你就只要简单的这样一直修 慢慢那个很丰富的功德 也会让你体验到 那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因缘不具足 那就不可能有那个果相出现 那反过来讲 我们只问耕耘不论说破 我只问我做的对不对 我有没有在做 只要一直做下去 你累积多少因缘 就呈现多少果德 果相的功德 自然就会展现 你首先 第一个就不让自己 随便的就被你的情绪 被你的妄想带走 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个 已经改头换面了 别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以前是这样子的人 现在怎么变成那样子 以前随便紧妙就走在拢的人 现在妙妙跟她都没准分 人家就会刮目相看 其实这个就是说 你是依以法在做 还是依你的习气在做而已 别人看到的都是你的习气的呈现 当然你用法就改造你的习气 改造习气以后表现出来的行为就不一样 当然人家又看到你的外相 当然就又有他的评价 所以只要肯修 只要修对 每一个慢慢都会越来越像佛菩萨 这个绝对可以相信 也绝对值得投资 好 那我们 不晓得又要讲 我们再来想一下 顶轮 顶轮是在中脉的开口处 那你也可以让它进去一点点 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的松果体 就是顶轮的活动中心 就是你在脑的中央那个地方 然后喉轮当然习惯就在这个地方 凹下去的地方 喉轮 那心轮就心脏凹下去的地方进去 几轮呢 几轮就在几下面 你往下三指幅按一按 是不是有一个 所以几轮是在几下的地方 不是在几进去 是在几下面一点点进去 那秘轮当然就在大桥边的中间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这五个轮脉 它是可以感觉得到 可以修的 可以有觉受的 可以有作用的 你修顶轮修的好 不会打妄想 你喉轮修的好 讲话不会有障碍 不会吞吞吐吐 语言就可以很顺畅 可以变才无碍 声音呢 也慢慢也会变得很讨好 就很容易让人家接受 所以这个又叫智慧轮 你转了以后 你的说话就变得很有说服力 那心轮呢 那就是我们的本体 我们的佛性 所以你心轮如果打开 绝对没有烦恼 这个是妄想 这个是情绪 烦恼 那不舒服的感觉 不舒服的感觉在心 我们说痛心痛心 你不是脑子在不舒服 是心在不舒服 所以到最后 你如果心轮打通了以后 随时情绪都会很稳定 而且心里面都会很 随时保持愉悦 这心轮打开了 调整好 那己轮是我们能量的轮 如果你己轮修得好 不容易昏沉吊举 而且不会怕热怕冷 而且会很有定力 而且会很有能量 到家称它为丹田 就你的功德就在这边修 你的身体的功德 就属于能量的就修几轮 那秘轮呢 其实秘轮就有关我们生死 有关我们的遗传 有关我们的来来去去 你为什么会再生 其实就是秘轮不静 秘轮不静就还是有贪染的习气 即使死了 那个贪染的习气还在 你自然就会再去找相应的对象 那就投胎 投胎是胎生才投胎 卵生化生 卵生就到卵里面去 化生的时候它就出现 胎轮失化 都是这样子 我们那一念 秘轮没有净化 就生生死死 轮回不断 所以到最后 这些都要净化 那反过来讲 如果秘轮净化了以后 我们到家称那为 练精化气 练气化神 练神环虚 练虚合道 当你秘轮这个精华 都已经提升了以后 它变成你的精气神 甚至可以来跟法界 跟道体融为一体 那能量就会出来 那一般我们都是把它耗损掉 耗损掉所以就没有办法入道 没有办法去更进一步的 让你的身体达到某一个净化 所以一般的你可以想一想 这些做化的 或者是直接就化红光什么 它靠什么来 觉得是靠这个秘轮 结合脊轮的能量 然后透过心轮 然后到受用轮变化轮 直接就融入法界 它是这样来 所以你中脉如果修得好以后 就可以结合这五种力量 变成一 那力量就大得不得了 我们有时候出去帮人家注念 我会发一个声音 其实发那个声音的时候 就在修那个法 直接就这样把它冲上去 那有些人就有感觉 好像被抛上去了 那个就是一个观想的力量 就是一个观想的能量 所以我们常常做观想修持 久而久之 虽然是一个简短的音声 但是它是一个无穷 内含能量的一种幻化 就变化成那个样子 所以同样这个声音 也可以带出很大的功用 那这当然要靠不断的修 你不断的修 越来就越能掌握到怎么做 那做了以后它有什么作用 你越来就越有保佑 越清楚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修行绝对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十年二十年 在座人各位 你是这一世才修吗 绝对不是 是谁带你来修 你过去的修持的种子 过去修持的清净业 又把你抓回来修了 不是你这一世修的 不会无中突然生有 不会 所有东西都是过去的信息 所以我们一定要善用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不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现在表现的 也不是我们的全部 那我们最厉害的就是 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世的再修为 把过去的能量 整个可以物与类聚 你现在在修 过去的修持功德 慢慢就会靠上来 作为你的支持 然后显现你的功德 你如果这一世不修 即使过去修得很好 它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所以我们这一世的修 是对过去世的一个 最好的呼应 最好的交代 那一样的 我这一世的修 是未来世 如果我有来世 是未来世 更好修铺路 这样就三世就连成一体 它是一个连续的东西 绝对不是一个断离的东西 不能断的 那这个连续就好像 我跟法界一样 其实连续不是断离 但是当我执产生的时候 你就跟外界断离 当我的执着产生的时候 你就跟沟通断离 跟通畅断离 所以真的 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我 就画地自线 你就自己在挖 那个 挖伞平坑 准备跳进去 当我一起来 你就已经在自己 在规范自己 在绑架自己 所以慢慢的 你要晓得 那些是没有意义的 一定要超越 你就会发觉 真的很舒服 修行就这么轻松 那如果不懂这个 越修 障碍越多 违逆越多 不舒服越多 敌人越多 妄想越多 如果那样子 那 证明就是你的知见出了问题 你的学习出了问题 就只能这么说了 好 所以 我们在这里面 有第五页 有一个 有 这个是拍的 我们有做一个模型 做一个模型 那你可以观想 你的身体里面 就有这么一条光的线 有一条光的线 它是透明的 是能量体 不是塑胶 也不是什么都不是 也不是水晶 它是一个空明的东西 然后在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光的显现 那顶轮是白色 喉轮是红色 心轮是蓝色 脊轮是黄色 蜜轮是绿色 就有六种颜色 这六种颜色 其实它又是一个表意 白色 它如果带有一点点灰 那就是橙 灰白色 就不是那么纯净的白 带有一点点杂质 那就是 就容易很容易生起橙 那个红色呢 一带有一点点杂质 就生起贪 爱 那如果没有带着杂质 它就是慈悲 那白色 没有带着杂质 它就是智慧 一带着杂质 就很容易跟称相应 坚持己见 就开始生气了 那新的蓝色 就是本体的 本体的颜色 就是我们的体性的颜色 那如果是纯粹的湛蓝 那这时候就是一个 很平等的 很稳定的 一个没有对立的一种 我们说法界体性 法界同一个体性 的智慧就会生起 就是这个 那一有点干扰 就我的无明就出现 所以痴就在心轮 于痴就在 就无明就在心轮 然后脊轮呢 黄色跟火一样的 那它是一种能量 它是一种泡 所以这个呢 一有一点点杂质 那个慢心就起 我慢就起 那如果没有 这一点点杂质 它纯粹一种 能量的散放的时候 就是一个平等性质 就是大家同体 大家一体的那种 同体感会出现 所以这一个轮 跟喉轮相关 都是跟慈悲 有关系 好 那个秘轮呢 绿色 如果带一点点杂质 就变成忌度 变成着相 着难领相 就是占有欲 那如果通透的时候 它就是变成一个大能量 一者功德的视线 所以它一清静 就变成成所作之 一污染 就变成忌度 变成占 那黄色呢 如果清静 它变成平等性质 然后一有污染 就我慢 我持 我健 我爱 就产生 那心呢 如果清静的时候 它是一个体性的 万物同一个体性 万法同一个体性 叫法界体性质 但是一污染 就变成有我持 有我的无名在 就是鱼痴 鱼痴的体性 就在这个地方 幻化地生起 那心也是 这个喉轮红色 它是一个慈悲 但是如果一污染 就变成占有 这个占有跟下面那个 下面那是有排斥性的占有 嫉妒性的占有 独占性的占有 而这个呢 是多多益善的占有 想拥有一切 就贪嘛 就会从这边生起 那上面那个白色就是沉 它也是大圆静置 这清静的呈显 都是大圆静置 所以一般呢 头脑好的 相对的 它的弱点 常常就是在容易生气 这一体的两面 一体的两面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我这个金光四角在这 你就要多多防患 因为我很容易看不顺你 因为我知道明辨是非 我知道你这样不对 看不下去 生气就马上出来 那你说明辨是非要让你有智慧 能解决问题 不是要制造问题 那一生气就制造问题 所以若我们越懂 那你就会越小心越如理的去修持 当然所有的障碍的过失 慢慢就可以减少 我们现在一起来念一下 那个毕如遮纳佛的大灌顶光真言 我们可以也稍微的解释一下 我们OM很明显就是顶伦嘛 顶伦刚刚不是就是说 大圆静置吗 就大圆静置 AMOGA AMOGA是不空成就佛 不空成就 不空成就佛 就是事业部的 KAMO 就是极摩部的部主 所以他就不空成就佛 在密伦 在密伦 OM AMOGA BALOCHANA 就毕如真那佛 那毕如真那佛是我是本尊 本尊就是我的心 Mahamutra Mahamutra 大相应 大手印 我用我的心来跟 毕如真那佛的心相应 所以这样 定密心 然后 OM AMOGA BALOCHANA Mahamutra Mani 摩尼宝珠 在宝部 宝部就是几轮 BALAMA 雷花在喉轮 就这样 你念一个咒 其实五个轮 五方佛 都已经居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Jivara 就从这五个轮放光 从五个轮 白光 红光 蓝光 黄光 绿光 五方佛的光 放出来 BALAVADAYA 就传遍整个法界 BALAVADAYA HUN就成就 所以你看 这一个咒 它的观想 它的功德 它的威力 有多大 UM AMOGA BALAJANA Mahamutra Mani BALAVADAYA BALAVADAYA HUN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观想 所以你如果只是持咒 你可以这样持 那等一下 下一次我们修本尊 就下一周我们修本尊的时候 我们会一个轮一个轮修 就是配合这五个轮的集中 然后来净化某一个轮 净化某一个轮 这样会更强 但平常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观修的话 你就可以用刚刚那种方式 就静下来 现在有空 UM AMOGA BALAJANA MAHAMUTRA MANI BALAJANA BALAVADAYA HUN 慢慢的念 慢慢的观想 UM 顶轮 AMOGA 密轮 BALAJANA MAHAMUTRA 心轮 MANI 己轮 BALAVADAYA 喉轮 然后从这五个轮放光 白红蓝蓝蓝蓝蓝 五色光 然后把这个光 变满整个法界 PRAVADAYA 就变满的意思 变造的意思 HUN 就是成就 所以你这样 你可以想一想 你如果没事 然后就这样念 念几遍 算几遍 你随时都在净化你的身口意 功德事业 就在净化你的五个轮 在弱化你的贪生吃慢意 再强化你的五方国的智慧 所以你这样一直修下去 不会有成就吗 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意义 更具体 更好修的 我觉得没有 我这样一辈子 虽然也不算什么 也真正的整整五十年 投入在修词上 在佛法的学习上 五十年 我到最后整理出来 觉得就这样修 最简单 而且很容易 而且很容易相应 就这样子 我也不会常识 我也不会故作神秘 我不会留后部 留一手 就请郎享受 那当然因为我的功德有限 所以丢出来也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希望就大家 能够试看看 就去做看看 你越做就会越有兴趣 越做就越能掌握到什么 你会发现 就这样一直做下去 就对了 只要这样一直做下去 就对了 你在这样做的时候 你当下可以肯定 这时候我是对 你每一个当下都肯定是对 难道会不对吗 到最后 没有比随时做对 更对的 一个人再怎么对 都是随时做对 就绝对的对 就是真正的对 所以常常 你如果随时在做这些 你就没有机会 也没有情绪 也没有能量去管那么多事 也没有机会让你的贪真吃慢 也在那边做怪 也没有时间 没有多余的 去管人家 对不对 所以真正还是好好 赶快把自己修好 你把自己修好 你投到任何一个环境 投到任何一个团体 都是正面能量 你如果没有把自己修好 你投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一个破坏 不稳定的能量 尤其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你到任何一个团体 都是别人的眼中钉 因为你看别人都不顺眼 你看人家不顺眼 人家会看你顺眼 这个就因果关系吧 这就是反作用力 你怎么对待人家 人家就怎么对待你 就是很简单 那如果我们到任何地方 都是很安定的 很安详的 很融合的 那谁会排斥你 不可能 所以真的 所有错都是我们错 所有对也是因为我们对 那当然对不要以对自居 那错不要以为自己没有错 这个就如实吧 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 我对了我知道我对了 那我错了我改是我的责任 我对了我只是做 我应该做的 我们老婆上讲的 做对的是应该的 本来就是你的本分 做对有什么好比较 那做错你要赶紧 反省改造 那反过来讲 你说人家错 能改变什么 不能改变什么 你说别人错 你能改变什么 知道自己错能改变 说别人错能改变什么 所以赶快把那个力量转回来 转回来 来整理自己 来整理自己 那就会快得多 全力以赴 真的还是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吧 好 再把修本尊的过程稍微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在修一个法之前 有所谓的准备 准备就营造气氛 也叫前行 那前行基本上就一定是 做一些前面庄严的观想 上方观想 周遭观想 那当然在密法里面 可能就是观想 本尊在面前 上师在头上 那我们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复杂 我们就 观想本尊在前面就好 就观想本尊在前面 那你进一步把它观想 本尊就是上师 上师就是本尊 这么样就把两个变成一个 然后接着呢 本尊就是我 我就是本尊 又把相对变成一个 就这样慢慢的 把这个整个法界变成一 变成一个不是对立的东西 不是相对的东西 然后我做什么 就代表本尊在做 这时候佛曼就会升起 不是我在做 是我代表佛在做 你当然就不会掉以轻心 所以一样的 刚开始是在培养情绪 培养情境 培养自己的那份恭敬的心 接着一开始修本尊的时候 就改头换面 改头换面 进一步就是把里面的东西 也通通改掉 不是只是外表 改头换面是修化身 脱胎换骨 这是修爆身 我们先观想自己是本尊 是修化身 脱胎换骨就内涵整个改变 那修爆身 然后回归到心本来的清净 就修法身 然后内外一片清净 就是法性身 化身 爆身 法身 法性身 然后到最后 你证悟的时候 就是自觉自证的一种功德身 你就变成佛菩萨 所以这个一层一层一层 那在修外面的本尊的时候 叫升起次第 那在修里面的脱胎换骨的时候 叫做圆满次第 那个修心里面的清净 本体的清净的时候 这就修法身的 这个就是到大圆满的次第 就是身口意 完全一体 就是大圆满 那大圆满再分成 阿努优格 阿迪优格 这个就变成一种是 纯粹的心的清净的展现 另外一种呢 就清净能量的爆发 清净能量的爆发 就可以化成红光 可以直接当下 就拿你这个生命来达到饶意性 那当然就功德就更具足了 所以它是有层次的 一层一层上去 那基本上还是先老老实实的 把畏生令生 就想不起来的 现在慢慢的让它越想越清楚 以生令起 想起来的 让它想得清清楚楚 这个就升起次第 畏生令生 以生令起 到圆满次第的时候呢 就变成说 能观守观无恶 内外一体 我佛无分 这个就大概也蛮次第的 就没有相对性 而且它的慈悲 它的功德 就在我的身心里面 不是另外去找 不是另外去修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再进一步再去修 比如说持咒 持咒当然也有这些层次的 刚开始说 我是能持 咒是我所持 那我发出来 放出去的是我所对 咒要起作用的对象 这个还有能锁 这个是修化身的阶段 接着到爆声的时候 我的声音出来 声音就有意义 意义就是能量 这时候 其实就是放光受光 你在念咒的同时 是有能量在那边出入的 不是只是想 是真的开始有能量 所以到圆满次第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 慈悲智慧 它就能够具体的展现 那到大圆满的时候 其实无时不在 本尊的清净功德里面 这就叫大圆满 时时刻刻 你就是本尊 时时刻刻 你都有本尊的功德体 功德相 到这边就算 修行的完成了 那这个是活着的时候 那走的时候怎么走 你要放下这些的时候 怎么走 是留一些让人家纪念呢 还是什么都不留 还是就不管 该留什么就留什么 该留什么就留什么 这是因缘法 我想留什么 那愿力法 我什么都不留 所以都不留 自在功德法 那不需要留下任何的东西 有什么好留的 所以 其实这个就跟涅槃的层次有关 一个根本就没有涅槃可住 它就可以实现完全的没有障碍 大致上 密教在修什么 就在修这些 所以 密法有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过失 我觉得既不神奇也没过失 更没有所谓的污染 更不会所谓的着想 所以我们对它所有的误解 所有的想法 都是你错误的知见 那结果我们就好好去修 去学就好了 那你如果这个修得好 你去修其他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密法会修 你要修净土 完全相容 你密法会修 你要修禅宗 完全相容 因为这里面很明显 明色良法 在密法里面都有用功 都有正量 所以不管你要修什么 你要修观阿纳巴纳 没有问题 你要观抬脚放脚 没有问题 都清清楚楚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可以做什么 而且马上就融入 因为你平常已经在做一个 比较完整的训练 所以这个知愤的一种要求 其实看起来就一点都不难 这是我个人的体悟 就一种经验里面之谈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应该最幸福的就是 晓得自己在修什么 晓得自己该怎么修 晓得怎么下功夫 这是我最幸福的地方 也没什么遗憾 也没什么需求 也没什么好追求的 没有 好 在这边吹牛 希望大家不讨厌 我们休息一下 我讲这也只是要去触动 你们决定可以修 想修的一种 一种劝说 开世无日 那如果说我自己都没有什么经验 也没有什么把握 那我讲这些就吹牛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修 都可以修得比我更好 activism 用 需要 抹 抹 双 抹 双 好